腾讯体育圈,北京时间7月28日,在克林特卡佩拉与火箭达成续约协议之后,詹姆斯·哈登和克里斯·保罗纷纷祝贺卡佩拉。 哈登表示,他为卡佩拉干得高兴,他见证了卡佩拉在过去几年里的努力和进步。 据联盟消息人士透露,火箭和卡佩拉已经达成续约协议,双方将签下一份飞机五年价值9000万美元的合同。 另一日C-C-C-LATIC记者迈克尔斯科特报道,联盟消息人士透露,卡佩拉与火箭达成的协议中不包括任何选项,在传输火箭和卡佩拉达成续约协议的消息之后,保罗立即更新推特。 他写道,艾特克尔克卡佩拉近R-U-N-R-T-B-A-C-K。 哈登是在训练期间接受记者的采访时,读知卡佩拉虚约的消息的,已经达成了,我还不知道,我得给他打个电话。 哈登说,我为他感到高兴,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。 在过去的几个赛季里,我见证了他的努力,进步,学习和拼搏,我为他感到高兴。 其实火箭和卡佩拉的事约并不顺利。 火箭在今年夏天,早早就给卡佩拉开除资质报价,让其成为一名受限制自由求员。 但今年夏天到自由市场大门开启之后,火箭高层就在洛杉矶和卡佩拉以及卡佩拉的经纪人团队进行了碰面,商谈双方之间新合同的问题。 然而,由于在训练合同的金额上一直未能达成一致,所以双方支持未能达成训练协议。 但是就像火箭高层对留下卡佩拉充满信心一样,哈登也一直坚信卡佩拉会留下来,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的誓约情况。 没有,哈登说,一点都没有,卡佩拉现年24岁,在2014年选秀大会上,他在首轮第25顺位被火箭选中,上赛季卡佩拉为火箭打了74场比赛。 期间他在场均27.5分钟的出场时间里,能得到13.9分,10.8个篮板,和1.9个盖帽,从篮命中率达到65.2%,这些数据都是他的生涯新高。 赛上赛季的进步最快球员奖平选中,卡佩拉排名第二,仅次于维克托、奥拉迪波。 卡佩拉在场赛季打出了42个两双,要知道的职业生涯的前三个赛季。 他总共才拿到24个两双。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